水培山药也非常简单 就是找一个水培瓶干净一点 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已经长芽的山药给放进去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山药实在是长得太长了 它会倒腐 已经枯萎了 所以营养跟不上 我们就断舍离给它剪短一点 给它沾一点点胶带 这样呢它就不会倒腐 那水培的山药呢 我们需要注意啊 在它没有生根之前保持这个水质的清洁 另外呢 其实我这个水味有点高了 它 它进入水里的部分其实不需要那么多 一会儿我将把水倒出一部分 它进入水里的部分大概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不需要进入太多 因为进入太多的话它也会烂 大概到这个位置 然后水如果浑浊的话 可以两到三天给它换一次水 等到生根之后呢 其实不要换水 不用 不需要那么换水那么勤了 一个周换一次 或者是半个月换一次就可以 记得往里及时加水就行 等到它长叶子很茂密的时候 还可以给它加一点那种水培的营养液 这样的营养跟得上 它长的那个山药都会更多 好了 关于如何水培和土培山药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